第762章 踏过天梯 这是一只怪胎 居然过了五关 而且速度这么快 真是不可思议 今天该不会真的要有大事件发生吧 这家伙好生猛 书院门口这里 惊到了一地眼球 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 一个看起来很柔和的少年居然这么妖孽 连克天官 一路猛进 多少年没有人来此挑战了 天梯难渡 南岛历代圣贤 昔日那些绝艳之辈 古代的天神等 也曾闯关 但都大败 这是第六关 他在跟秩序神恋对峙 以尊者境的修为破茧 这家伙 早先看起来很可恶 像个色胚 现在看也不赖啊 好帅 很厉害 喂 别发花痴好不好 其实他真的不差 发丝那么光亮 眼睛有神 面孔清秀 而且还这么的强大 的确算是英俊亚一群少女很兴奋 积极喳喳 脸上写满激动 有部分人叛变了 改变了立场 不再攻击时好 态度趋于和缓 众人望着前方 十号发出炫目的光辉 周围瑞霞不断腾起 如神燕在跳动 势胜无比 将他硬沉的鹦鹉而破人 咚 他在出手 捏拳印 猛力轰出 竟发出洪水呼啸的声音 震得人耳鸣 带动四方元气 让这片天地都在颤抖 其长的身影 神光滔天 如同神中至尊 所向披靡 横推一切阻挡 震动了此地 怎么会 如此 无风声音再颤 不能接受这现实 想到不久前的针锋相对 再看到对方天纵神武的样子 他脸色雪白 在他的旁边还有一群人 都闭上了嘴巴 早先他们曾共同奚落十号 讥讽他不知天高地厚 妄想登天梯 可现在发生的事 成为最有力的回击 让他们张口结舌 内心震撼 全都被惊得有些发慌 心中涌起滔天大浪 我没来晚吧 一个蓝衣少女清零地走来 瞳孔如蓝宝石般 发丝也是水蓝色的 轻轻甩动 如蓝色瀑布般 他带着笑 整个人都在发光 有种难以言喻的柔和之美 宛若是水做成的 灵性中带着神圣之感 引人瞩目 咦 天摇出现了 想不到终生将他都惊动啊 一瞬间而已 这地方人声熏沸 许多男子都露出热切的目光 向那里望去 看出这道美丽的身影 哈哈 惊动了角色榜上的丽人 排名第四的天摇出现了 不光是男子在惊呼 露出火辣辣的目光 就是一些女子也都惊讶 对这个优雅如精灵般的女子 给予了极高的关注 大消息 天摇师妹出关了 诸位师兄师弟 你们还沉得住气吗 快去一关啊 树苑深处 许多人得到消息 非常惊讶 全都起身 向树苑门口赶去 就是他在踏天梯 天摇拢了拢一头水蓝色的长发 洁白的面颊上戴住笑容 盯着那里看个不停 呼啦一声 一群人围了上来 有男有女 天摇师妹 这家伙可没安好心 他想与你们共遇 有人开口 大声提醒 千万要当心 喂 柳师兄 你不要诋毁人家好不好 有女学生暴打不平 替石号说话 天摇闻听轻笑了起来 背齿发光 很灿烂 并不表态 只是盯着那高台上的身影 轰 就在这时 高台上 发声一变 那些秩序法链全部发光 燃烧了起来 化成黄金色 而后缠上了石号 好强的气息 人们凝神 都很紧张 隔住很远 都已觉得呼吸不畅 胸口发闷 这是秩序审判 考验对法的理解 天摇说道 美眸眨洞 神兮点点 蓝色衣裙飘舞 很是惊艳 咔嚓 响声传来 所有人都一领 那金色的神链寸寸逼近 最后乐尽了石号的血肉中 要将它结成束缎 与此同时 神华缭绕 道音轰鸣 法链蒸蒸作响 火星四射 所有人都知道 石号遇上了麻烦 如果不能破解 它可能会被神链截断躯体 血染天梯 无风发白的脸色 有了一丝血色 道 我就知道 它会失败 此前肯定在作弊 一会儿就要原形毕露了衣 又有人赶来 这是一个男子 紫衣斩动 鹦鹉无比 眸子开河间 犀利入冷殿 叶灵雪师兄来了 他也出关了 有人惊呼 显然这是名人 为天仙书院的奇才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高手 叶灵雪看住高台 露出淡笑 道 看来他遇到了大麻烦 不见得能过关 要失败了 赶紧被截断躯体吧 天仙书院不是你能进来的 无风低语道 因极恨而脸色争宁 失去了平常心 他握紧了拳头 紧张地关注 迫切希望十号失败 咔嚓 突然间 高台上所有法链都断了 被十号崩开 他如浴火的魔神般 遍体都是古文 神艳腾起 数十丈高 一瞬间 所有法链都断开了 成为流光 四一向八方 十号站在那里 背对众人 如同一座神炉 释放磅礴神威 光眼滔天 当 第六声终响传来 传遍天仙书院内外 这个时候 就是不知道此中声代表何一的学生 也都抬头了 觉得愕然 准备去看一看发生了什么 而方式中 也是一阵大乱 至于书院门口 人声嘈杂 许多人张大了嘴巴 陈琳 如今被挤出十美 是排名在第十一的李人 原本心情很糟糕 讽刺十号 结果不曾想最终会遇上一只怪胎 有这样惊人的表现 他捂住鲜红的阴唇 美目大睁 一脸的金蓉 觉得匪夷所思 内心砰砰跳个不停 被他所轻蔑对待的少年 竟要在今日开创一个传奇不成 打破尘峰的神话 第六关了 还差最后三关 他就要成功了 难以想象啊 漫长岁月来 无人可走过的天梯 要被闯过去了 他若是成功 肯定要再入我天仙书院实测中 也不见得 据闻凤舞可能过关了 只是没有张扬 有高手蒙住了道中 不曾让他发声 一大群人都在议论 全都很激动 也很振奋 当然也有不少嫉妒的人 神色复杂 想到此前还攻击十号呢 不禁 微慌 显然 天仙书院的一些教头 也都知道了 真神 圣者 天神先后露面 为 我还没有看到他的真容呢 怎么不回转过身来 天阳说道 皱着穷鼻 结果只能看到一条背影 夜灵雪漠然 刚才还以为十号要失败了呢 结果赶到这里 刚说一句话 对方就破关了 高台上 场景在变 白雾扩散 空中龙林闪烁 探出一只小山般巨大的龙爪 寒光闪烁 风锐无比 将那少年笼罩 轰 许多人大害 向后退去 这是一种天威 震慑人心 如同一方至尊 降临在此 俯视如蝼蚁般的他们 精神威压 考量承受力 一位真神低语 道出了此官的真意 十号站在那里 眉心发光 神石如太阳 身体虽摇动 但是没有后退半步 当 片刻后 那巨龙消失 钟声响起 他熬过了第七关 这种威压 连点燃神火的人都承受不了 他居然抵住了 有天神精益 附近 很多人跟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 即便没有身在高台中 但还是感同身受 特别是那些学生 刚才都要昏聚过去了 这一关 看似容易 但其实是精神的对抗 是意志的魔力 那个少年不曾倒下 就是他嘛 这个时候 又有人赶来 为书院最强大的几位器材 并且 不远处 还有两名角色榜上的丽人 连眉而至 看向高尚 结果色天香 这自然引发了一片惊叹声 竟惹出了他们 但是很快 人们就转过头去了 不曾过度地关注 而是密切盯着高台上的身影 因为还剩最后两关了 天地昏暗 连十号的背影都模糊了 难以看见 庞扶陷入幽民间 虚空中出现一盏青灯 只有斗力大的光 和味道 青灯中传出声音 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 震笼发聩 十号宁静片刻 开口 开口 无根无精 无业无荣 万物以生 万物以成 命之约道 和味道 青灯中还是这句话 先天地生 寄戏辽兮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待 可以为天下母 可谓知道 十号在达 可谓道 大到泛兮 其可左右 和味道 一阴一阳 未知道 和味道 一问一答 十号从各个方面阐释 但这个问题太宏大了 即便请巨头 来讲上几天几夜 也难以偷彻 因为这个世间 所有人都在求道 修道 最后他站起身来 一脚踢翻青灯 道 这就是道 众人目瞪口呆 全都说不出话来 这家伙疯了 敢如此无礼 好长时间有人开口 更有人幸灾乐祸 哈哈大笑了起来 然而 出乎众人意料 青灯消失 天地中传来一声钟鸣 幽远而轻阳 十号向前走去 进入最后一关 将所有人都镇住了 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里一片昏暗 伴着丝丝神秘雾矮 此时已经看不清 十号的体貌 连背影都成为了一个轮廓 我们来晚了吗 错过了一场盛事 连他真容都见不到了 有一名如通话卷中 走出的青城女子开口 略带遗憾 这是角色榜上的丽人 又有两人来到此地 站在一起 都带着惊讶之色 看出高台上 不曾想那个人 居然走到了这一步 至于几位奇才 都露出凝重之色 保持沉默 还剩最后一关 他能过去吗 到了这一刻 众人发现 竟很紧张 都很期待 要见证最终的结果 那里出现一道古门 洁白如玉 内部混沌弥漫 充斥着神秘的气息 踏入此门 将面对天泽 若承受不住 行神俱灭 那里出现一行字 浮现古门上 熠熠生辉 让所有人都心头一颤 暗自衡量 若是换成自己 改入内马 十号根本不曾犹豫 直接迈步走了进去 结果 古门崩塌 瞬息溃灭 道心坚定 过了一个宏大的声音响起 再轻叹 似很遗憾 让他闯关成功 这 众人警醒 前八关就足以拦住所有人 最后一关 不过是考量一个人的信念 是否足够坚定而已 说容易很容易 说难也难 若有迟疑 那么自然是败了 怀疑自己 还有什么路可走 众人震惊 有人成功了 闯过了天梯 打破尘峰的历史 现场一片寂静 梯子呢 在哪里 怎么没见到 就这样到头了 在所有人惊汗时 一个突兀的声音响起 正是十号 这一下子打破了宁静 惊掉一地下巴 这人 太生猛了 这样过关了 是否可以和十美公寓了 随后 这道咕弄声 一下子更是引爆了此地 轰的一声 人声鼎沸 至于角色榜上的几名利人 有的人嘴角翘起 有的人额头冒黑线 还有的人在磨牙 第763章入教 书院大门这里沸腾 十二根巨大的石柱 洁白如玉 支撑门缺 红尾而壮阔 所有人在热议 今日捅破天了 真的有人走过天梯 闯关成功 打破天仙书院的宁静 高台上 十号转身 他一眼见到了轻衣 也就是月蝉 一身洁白衣裙 将他衬托得 如同一株百合般 疑 他在冲轻衣 是媚笑 果然是色 有人刚想将色配二字 说出口 但又强言了回去 快速改口 道 年华正茂 风流替堂 许多人都露出一色 想到刚才 十号还在孤农 要与十美共语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也太直接了吧 而他这样盯着轻衣 难道真想打坏主意 一干年轻男子 神色不善 虽然不至于 打了鸡血似的扑上去 跟他拼命 但是却也都不愤 瞪什么瞪 那是我媳妇 当然 这句话只能在心里说 不可能这样呵斥出去 不然的话 估计后果不堪设想 轻衣 你看他真的看在你 难道想与你共语 天窑取消 同在角色榜上 他蓝宝石般的瞳孔发光 调侃月蝉 不要乱语 陈灵不是说了吗 这是一个灯徒子月蝉微笑 肌肤雪白 神圣无瑕 周围 一群年轻男子闻言 都松了一口气 不然真正面对十号 所有人都发出 唯有陈灵 神色尴尬 我看走眼了 他怎么会这样厉害 难道超越了书院历代前嫌 这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陈灵低语 他人比花椒 双颊微烫 很是后悔 而在旁边 吴峰的脸色 更是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这样一个少年至尊 进入书院 还有他容身之地吗 此前 他那样挑衅 言称天仙书院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就能进的 结果等于逼住此人闯天梯 想到这里 他脸色煞白 一个亮呛 险些栽倒在地上 有人扶了他一把 但很快又退开了 跟他拉开距离 书远的意味很明显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那闯天官成功的少年 将会成为书院最核心的弟子 高层人物必将会出面 甚至很有可能 此人会一举成为 与凤舞并列的道统传承者 在这情况下 谁会得罪那少年 而与无风走得过境 师弟 好样的 今日破了天官 如此壮举 足以载入我教史书中 对了 你如果真有机会 去杜劫神联的保持 可一定要选好机会啊 角色榜上的人 在那里出入是有规律的 有人很大胆 在高台下起哄 这样的一番言论 顿时让这里更加嘈杂 完全顶废了 下流 色胚 无耻 浑蛋 所有女学生都清脆 瞪向那些人 高台上 十号转身 因为她感觉来了一个人 暗中将守护神符 破戒符都已准备好 她相信可以从容而去 当然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这样浪费掉宝符 她真的很想 进渡截神联所在的先知中 不错 这是一个老人 同站在高台上 微笑对十号点头 她一身金色道袍 白发如雪 毛子深邃 先锋道骨 一看就是那种世外高人 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韵 她很慈祥 正在对十号笑 没有巨头的威压 有的只是和煦 让人如沐春风 众人不能察觉 该不会是老院长出关了吧 许多人心跳加快 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之情 就是角色榜上的几名利人 也都睁大了美眸 盯着前方 因为他们发现 两位天神都实话了 一动不动 看住高台 十号闯天梯 影响甚大 惊动了这两位天神 他们一直在关注 可此刻竟如泥塑木雕般 呆立在那里 这顿时引起人们的注意 众人无比震惊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 这可能真是多年 不曾出关的老院长 天啊 老院长要收他为弟子吗 这可真是一步登天 引起我书院最强者的注意 要亲自受益吗 许多人极度与艳羡 简直难以置信 不见得是院长吧 有人小声道 你没看到天神大人吗 眼睛都直了 有人驳斥 高台上 十号小心翼翼 面对这等高人 他可不敢大意 行礼问好 你可愿意入我的道场 老人问道 鹤发童年 仙姿道体 给人将要羽化灯线般的感觉 气质太出尘了 能让我去神吃炮上几天吗 十号咕农道 下方 一片人实话 都有点发呆 这么大的造化摆在眼前 这家伙还不珍惜 敢讨价还价 呵呵 你该不会是想脱香切玉 寻一道理吧 老人打去 深邃的毛子带着会光 脸上笑意很浓 他没有什么架子 很随和 跟十号开起了玩笑 并且看了一眼下方的轻衣 道 不错众人发呆 老院长这是什么意思 还想乱点鸳鸯谱不成 月缠心头一跳 被老人看了一眼 他有点不自在 而旁边的几名利人都打去 轻衣师妹 你可能要有道理了 我看老院长很热心啊 这是天大的浮缘 好羡慕 要不我们姐妹共事一道理如何 不得不说 这几名利人很大胆 低声调戏月缠 笑得前仰后合 花枝乱颤 惹得周围一群青年眼睛发直 放心 若我到场 杜结神连池可以由你出入 当然不要光顾着沐浴 而忘了修行 老人笑道 一群人流汗 角色榜上的几位女子 也是大眼低溜溜转动 感觉老院长心态未免太好 于年轻了 请前辈放心 十号拍着胸脯说道 远处 无风脸色苍白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简直是万念俱灰 这个景象让他恐惧 害怕日后被清算 老人大袖一展 几枚白色龟甲跳动 琵琶作响 他开口道 我临时占了一挂 你与天仙书院有缘 有一位道旅就在近前说到这里 他还不忘记看了眼月缠 意思也太明显了 很多人愕然 这 老院长你 管太多了 这是很多年轻男弟子的心语 而且 人们注意到了他的说辞 有一位 难道以后还有多位 凤五不在这里 在书院参悟人先一刻 不然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老人微笑道 十号纳闷 天仙书院的巨头 为何这么热衷撮合 让他有点不解 好了 入我道场 趁我叫弟子 此事就此定下 跟我离去吧老人说道 不去仙池骂杜劫神莲那里 十号小声提醒 这是他最大的目的 他怕跟老者去了道场后 露出马脚 臭小子 真没出息 以后有的是机会进仙池 还差这点时间吗 老人带着笑吃道 院长还真想送他去保持啊 万一真发生共狱这种事怎么办 一群人孤农 很多人不满了 走楼老人一甩金色袍袖 虚空中朦胧 一下子模糊了 那里出现通道 光这一手就镇住所有人 恐怖巨头啊 十号跟随他入内 就此消失 当 就在这时道中响起 震动天仙书院 所有人都发呆 这是第九关的道中 怎么才响起啊 很多人都不解 很快 人们发现 那两位天神像是做了一场大梦般 突然大叫 然后猛力摇头 两者相侍后 骇然 刚才有人捂住了道中 不让钟响 一位天神心颤 这样轻语道 我们不知不觉就住到了 另一位天神震惊 唯有第九道中波扩散 才会惊动天仙书院最强大的几位人物 而刚才竟被人控制住了 快去天仙大殿 两人转身就走 后方 有些学生听闻到了那几句低语 都难以置信 他们一阵后怕 觉得有天大的事发生了 其风突起 变故接连出现 有人闯天关成功了 天仙大殿中 有老者开口询问 成功了 但是 他未入我院 我们怀疑是那个人回来了 一位天神颤声道 什么 天仙书院 惊起滔天骇浪 一下子爆发出数道冲销的光芒 那是只强者的血气 这一日 书院发生大波澜 难以平静 虚空扭曲 朦胧的西光浮现 身穿金色道袍的老人 带着十号走出 落在一片山地间 前辈 这就是天仙书院的深处 十号好奇 五 不算是 但相距很近 老人说道 一 很快 十号惊讶 他见到了前方一对宏大的门厅 简直快耸入云中了 这门缺太过宏伟与磅礴 这宏大的门缺 古一沧桑 那是岁月的积淀 更有某种大道的气息 实在过于非凡 站在这里 庞扶立在天庭前 而后 他抬头看到了一块匾 上面有四个古字 至尊道场 十号星头一跳 怎么没有天仙二字 难道老人的闭关地 就是以此命名 不过好像太霸气 与嚣张了 记住 这道场是世间最高传承 一入此地 不得反悔 要为他而战 老人严肃地说道 气质完全不同了 像是一代无上至尊降临 僻拟天下 傲视三千周 第七百六十四章 至尊道场 天仙书院这么有名吗 书院确实很强 有人先一刻 但是若说俯瞰三千周 称之为上界最高道统 十号很怀疑 觉得未免有些拖大 百家争名 主教争霸 谁敢说自己绝对第一 世间最高 愿入我教 为他而战吗 老人威严地问道 头顶垂落下一缕缕混沌气 真身旁扶要撑破了天地 犹若俯视众生的众神之主 十号纠结 硬住头皮道 愿意为了杜结神联 他暂时抛去了其他 比如说杰操等 先应付过去再说 万一离开 大不了以后好好地补偿 与报到天仙书院 老人点头 宝像庄严 有种人间唯我独尊的大气概 道 记住 你是我道场的弟子 他日若不能称尊天下 逐你出门强十号付匪 这要求未免太高了 天仙书院底气有这么足吗 历代走出的弟子 怎么可能都能均临天下 同时 他有点怀疑 怎么不提天仙书院 老是说道场 前辈 这里是天仙书院的核心地吗 他不禁问道 不是天仙书院核心地 而是超脱在上老人一本正经 宝像庄严 这样回应道 十号发呆 还有比中心的更重要的地方 老人的身份绝对超凡 敢说这样的话 不是院长 就是护道者 亦或是天仙书院的几灵 好了 就要跨过这道门了 一旦入内 你终生都无法反悔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可考虑清楚 虽然他很平静 也很威严 但是十号却有点发怵 觉得老人眼睫毛都是空的 这该不会是一只奸诈的老狐狸吧 可做出决定 老人平淡地问道 前辈 啥时候能去采摘杜结神莲啊 十号小声道 进入天仙书院 最大的目的就是这个 千万不能被忽悠了 他在这里讨价还价 杜结神莲有什么好 相对来说 那玩意就好比是喂猪的料 不用太在意老人说道 杀 十号睁大眼睛 老头子说话太过了吧 大言不惭 要知道所有天神都想得到 可以为他舍身忘死 打破头颅 可 车远了老人咳嗽了一声 道 你要知道 我叫昔日有上界第一灵根 就足够了十号有点发忙 天仙书院曾掌握有第一灵根 他很快就想到了 昔日曾见到的一株药 在下界要都外的山谷中 被无数法阵守护 小塔曾探 那是第一神圣药 想寻到与其比肩者 一定在广袤的无人禁区身处 难道是纳朱药 据传 他是上界人栽在那里的 天地大劫时 的确有数位强者大战 在那里争夺 现在估计丢了吧 十号小声道 他从老人的话语中能品出味道 早晚要寻回来 老人眸光深邃 望着天穷尽头 有鼓肃杀之气 那咱 还是谈谈度节神连吧 十号以微弱到几乎不可闻的声音功能 心中坠坠 有点打鼓 你就这么想去哪里跟几个女娃共浴 瞧你那点出息 老人似笑非笑 这样斥责道 窈窍淑女 君子好求 十号嘴硬 我有些犹豫了 想我一世英明 若是叫倒出 一个花道 不是要败尽我的颜面吗 老者陈寅 前辈 请放心 他日我必光大门户 十号声音铿锵 质地有声 要多诚恳有多诚恳 在宏大的山门前 老人点了点头 一身金色道袍飘舞 将他衬托得愈发出众 点点光雨洒落 宛若要羽化飞仙 杜节神连也还算不错 放心 到时候你可以长出入纳的保持 没什么问题 他催促十号进入大门内 好 既然前辈都这样说了 我自当从命 十号跟他一起 迈过那红尾而又磅礴的门缺 走路到里面 就在这里立下誓言吧 老人郑重地说道 还要立誓 这能有什么约束力 十号案子撇了撇嘴 并不是很在乎 跟我一起启示 来 老人说道 一篇不长 但是却绝对很严厉的诗文 祷告完毕 随后老人让十号 滴落一地精血 洒在那篇文上 就此点燃 这是做什么 十号不解 这是诅咒文 一旦叛教 将身受天罚 永坠截土 遭受种种磨难 而往老人漫不经心地说道 杀 要不要这么歹毒 这么狠啊 十号发傻 怎么感觉像是上贼船了 居然被吓了咒 用已约束 怎么你现在就想叛教了 老者笑呵呵地看住他 提醒道 诅咒很厉害哦 十号目瞪口呆地看住他 越发觉得 草率了 这老头子看住慈祥 先锋道鼓 但是似乎不是那么一回事 好了 寄入吴教 当谨尊誓言老人说道 前辈 您怎么称呼 十号问道 祈祷林老人微笑道 而后看住他 道 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十号尴尬 他才来上界多久 对那些大人物 又怎能尽数之息 但还是昧住良心道 久仰前辈大名 如雷贯儿老人露出一色 道 是吗 显然 他觉得十号不认识他 未曾听说过这个名字 不知道为啥 十号觉得 老人有点如是重负的感觉 这是错觉吗 天仙书院的这位老院长 或者祭林 还有见不得人的事 站在宏伟的大门内 向前望去 所看到的不是成群的宫殿群 而是一望无垠的山脉 以及缥缈的云雾 壮苦而又自然 这就是书院的道场吗 它有多大 十号问道 齐道林微笑 道 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而我们的道场也便有多大 我齐吞山河 十号说道 是吗 既然如此 这道场就无垠 我带你去看一看 齐道林说道 大袖飘飘 带着十号凌空横动 在他们的脚下 山川倒退 大壶如珍珠 长河若细带 急速远去 一下子也不知道横跨了多少万里 强如十号 也感觉双耳轰鸣 眼睛生疼 因为速度极快 风跟刀子似的的搁在脸上 袍袖等都要燃烧起来了 前辈 我们到哪里了 我怎么觉得不太对 天仙书院就是在大一万倍 也装不下这片土地吧 十号狐一 而后 他目瞪口呆 因为见到了一些城池 还有其他生灵的棲居地等 这分明不是什么道场范围了 他质疑 提出问题 这老头子在忽悠他吗 我都说了 心有多大 我们的道场就有多大 你还没有领会我的意思吗 齐道林带着很矮的笑 不紧不慢地说道 十号满脑门子黑线 道 那道场该不会就有一道门缺吧 答对了老人点头 道 进入门内 你所面对的是整片世界 这就是我们的道场 若如他叫那般 化地未劳 区区弹丸之地 岂能配得上我们的道统 别忘了他的名字 至尊道场 若有能力 上届三千周 都是我们的后院 十号目瞪口呆 这也行 偏偏 齐道林一脸严肃 指点江山 有一种气吞九天的大气魄 很认真地告诫他 当放眼天上地下 古今未来 那前辈 咱找个落脚的地方吧 道场这么大 放眼三千周 都是我们的后院 我们是去仙殿做会儿 还是去某一地族闭关呢 十号说道 仙殿 那破地方将来只能当锚坑 祈祷林说道 眼中弥漫出一片圣灰 第一次情绪波动起来 刷的一声 他带着十号踏进模糊的虚空 返回不久前离开的山门 然后他用手一点 前方一座山峰发光 竟出现一座巨殿 如同天宫般 这到底是天仙书院什么地方 还是说根本就不是了 十号小声问道 以后不用提天仙书院了 就以至尊道场的传人自居吧 祈祷林笑道 为啥 十号不解 还有不愿意提自己道统的院长 与祭林吗 入至尊道场 超脱天仙书院上 记住这里才是根 不论其他 祭祷林严肃告诫 道 也就说你将自己当作至尊道场的弟子就够了 其他都可忘记十号恶然 脸上写满了怀疑 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啊 这里就我们两人吗 他问道 你以为至尊道场是什么地方 谁都能来吗 每一代只有一名弟子 原则上在你没有被逐出门墙前 是不可能有第二位传人的 祭道林说道 十号越发怀疑 他奶奶的 自己不会被拐卖了吧 想到这一可能 他差点吐血 从来都是他坑人 而今天却被人坑了 该道场指一位传人 怎么跟至尊殿堂有点像 在修行上你有什么疑问 竟可以向我请教 当然 不是具体的法 而是大的方面 真正的无敌道 虚过两日才能传你 祭道林说道 无敌道 十号心头火热 他其实很想问 是原始真解的超脱片吗 横扫三千周的绝学 自然可称无敌 祭道林傲然说道 当然现在他不会传法呢 十号仔细思索 想到了九具龙骨 还有那口青铜骨关 问道 前辈 这个世间有轮回的人吗 第七百六十五章被坑了 显然 这个问题很大 自古以来不知道 难倒了多少人 总有之强者相信 人是可以轮回的 还能再现 就如同一株花 惊吓凋零 明春在战 还有花香庆骨时 只是 关于人的轮回 却没有证据 从未有人真正动息 或许只是禁忌人物的 一种美好憧憬 希望还有来生 祭道林醋梅 道 这个问题很复杂 别人难以回答 而我却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这世间绝对没有人可以不断转世 十号漠然 他在私存 自己有宝树名轮回 他进行过推演 也许能超脱 更进一步 不知道会怎样 没有轮回吗 他轻语 有轮回 祈祷林道 这不是与你说的 矛盾吗 十号惊诧 不矛盾 祈祷林说道 看向远方 悠悠说道 没有轮回的人 但却可能有轮回的就是 十号不语 他想到了在同关中见到的景象 道 仙古纪元 有仙灵士 难道他们战死后 也无法轮回复活吗 年轻人你想太多了 死了就是死了 一切成空 怎会有人超脱出来 如果非要承认 再相见 那就是几个纪元后了 前辈 你在说什么 自相矛盾 十号不满 明白就是明白 不明白就是不明白 说再多也无用 你只要记住 这世间没有轮回的人就行了 一切都在今朝 皆在此时 老人严肃地告诫 好吧 十号点头 还有什么问题吗 注意是大方向 而非具体宝数 祈祷林问道 仙古纪元 论的是仙道 求的是仙法 而这一世却是神道 熟弱熟强 十号问道 你这小子 还真是竟给我出难题 祈祷林惊讶 而后点了点头 他让十号问大方向 就是想看他的格局 与气魄 沉阴片刻 道 万法树土同归 不分高下 但是 将来必有大乱 你还是努力提升修行吧 乱在哪里 十号问道 在远方 我已经感觉到他近了 祈祷林神色凝重 看住天地的尽头 那里有什么 广袤的无人禁区吗 那到底是什么 十号追问 不朽 祈祷林只有两个字 可却神色正重 异常的严肃 收敛了所有的笑意 在说这些话时 他的头顶上方 浮现出一片星辰图 神秘莫测 彭扶头顶住宇宙星河 脚踏进了地府中 与此同时 另一篇道图 天仙书院的殿堂中 一群人都发呆 有志强者在发怒 异常生气 咆哮到 一定是那个人 臭名昭著 还有人附和 道 完了 一个爵士奇才 就这样被人抢走了 若是落到他手里 真不知道将来 要成什么样子 赶紧去找 将他追回来 不然一个人结毁掉了 有人疼得站起 唯有老院长坐在那里 轻轻一探 哎 我们又怎知他去了哪里 都有数千年不曾出现了 天知道他会带着那少年 跑到哪里去 有人无奈 你们说 他会不会跑回 他那个小破山门去 一位老者目若金灯 这样说道 走 去看一看 总比干坐着墙 另一人说道 好 就这样 天仙殿堂中 有三股滔天血气冲起 染红天空 三人迈入一条模糊的虚空门内 就此消失 他们一步就可以走到天边 因为都是至强者 是书院的创始人 鞠躬中 齐道灵为十号解惑 产生了很多大方向上的问题 而后突然眯缝起眼睛 道 走了 平道带你去寻一些修行地 接下来 你该开始准备学我的大法了 刷的一声 他们从这里消失了 就此不见 几乎是前后脚 远处的天穹裂开 有三道身影走了出来 俯视着下方 皱起了眉头 他刚才还在 片刻间离开了天仙书院的 护道人开口 与此同时 早先那宏伟的门缺 此时不成样子 破败不堪 哪里还是与天起平 怂入云层中的样子 而金烂道快倒塌了 可谓天壤之别 除此之外 前方那座山峰上的巨公也变了 化作一片废墟 断壁残垣 毫不凄凉 都快被薅草淹没了 如果十号在这里 一定会目瞪口呆 这个声名狼藉的家伙 修为又大涨了 我们多半不是对手一人道 同一时间 虚空扭曲 老院长走了出来 在此地看了一眼 轻轻一探 道 走吧 说起来 当年我们也亏欠了他 虽然他后来那么荒唐行事 但情有可原 并且 现在你们谁能治得了他吗 短暂的沉默 那几人张了张嘴 不知该如何反驳 难道就这样 任他抢走我愿的绝世奇才 多少年猜出这么一个 有人不甘心 有一个分五足够了 而且 当年齐道林 不也是也走完了天梯吗 留下来了吗 老院长问道 那是因为他想偷师 他是至尊 遗弃的人 有人道 算了 就这样吧 老院长说道 一阵清风吹来 这个地方寂静了 几道身影消失 两日后 一片荒漠中 十号与齐道林面对面 盘坐沙利上 唯有九大神通 更有五大涅槃法 还有各教道统 你想学什么 齐道林问道 什么时候可以去掀持 看杜结神联啊 十号小声问道 总有一种被人拐卖了的感觉 没出息 不修成一种神术 就不要多想了 怎能沉迷女色中 齐道林赤道 十号 我学无敌道 你不是说要教我吗 最后 他咬了咬牙说道 算你有眼光 不过若是学了这种道 别的宝术 就暂时不要考虑了 不能分心 因为太难了 齐道林正色道 十号还真有点好奇了 究竟是什么法 居然被他这样推崇 他名八九天宫 齐道林说道 什么破功法 一听这名字 就不怎么地 十号撇嘴 并且孤农道 我还会七十二变呢 灭图 你懂什么 这是一个概念吧 你知道我所讲的 八九天宫 拥有怎样的意义吗 齐道林吹胡子瞪眼 什么意义 十号问道 他不是宝术 不是神通 齐道林这样说道 不就是古文吗 我自己有 不用学 十号自傲 他有原始真结 对于最原始的古文 比谁都掌握得强大 你懂什么 我所说的东西 超脱神通上 高于宝术上 齐道林瞪眼 十号吃惊 这老头子所说的是真的吗 这牛皮 未免吹得太大了 确切地说 它是驾驭宝术的法 是一种无敌道 你这个层次不理解 可以原谅齐道林看了他一眼 一副懒得 与你一般见识的样子 十号心头一震 他一下子想到了一种传说中的手段 号称震骨说惊 果然 齐道林也提到了 道 听闻过六道轮回吧 那是驾驭宝术的手段 以他祭出六种宝术 横扫一切 天下无敌 这个 听闻过十号点头 关于六道轮回 这种手段实在是过于可怕 就是在下界时 他就已经了解过了 异常向往 有传言 世间有人想集权十凶宝术 须以一段总纲驾驭 同时施展 从而也就有了六道轮回这种无上法 当然 自古以来 根本就没有人集权过十凶宝术 最多也就四五种道边了 至于六道轮回 也只是推演出来的 初代宝术 只适合自己 不适合流传 古若失去 那就难有座位了 经过岁月的积淀 时间的检验 各族生灵发掘 唯有十凶的宝术最强 他族人学会后 威力不会骤减 当然 任何神通 只要不是开创者施展 威力都是要打折扣的 只是相对的程度而已 六道轮回 就已经算是驾驭宝术 神通的无上法之一了 而这八九天宫 光从名字 你就能琢磨出一些味道 祁道林目光深邃 十号顿时双眼发光 一副无比渴望的样子 问道 这是谁开创的 我便学天下宝术 经研各种大法 最后做官十万年 终于开创此法 祁道林傲然说道 然而 十号一听 当即就胯下了脸 有点泄气了 因为他一直怀疑 这个老东西将自己拐骗了 而今被坑了 根本不是在天仙书院 现在又听他夸夸其谈 自然是觉得在吹牛 小子你什么眼神 什么意思 我教你无敌道 你却这个姿态 不想学是吧 祁道林很受伤 吹胡子瞪眼 我学 十号说道 管他呢 他想看一看所谓的 八九天宫 是什么样子 接下来 他陷入了苦难中 祁道林让他去背负大山 每日间跑上几万里 这简直是地狱般的折磨 以十号的天生神力 背负一座大山自然没问题 然而 祁道林却要求他在地上奔跑 这实在难为人 一个控制不好 整个人就要陷入地下 只留下一座山坐落那里 这只是最简单的魔力 将肉身 法 精神等高度统一起来 让你达到修炼八九天宫的初期条件 祁道林严肃地说道 当你修到一定程度 你会发现 所谓的肉身 古文 精神等是不分彼此的 只有到了那个时候 你才算真正步入修道者的辉煌殿堂 这些话让十号受了一些触动 故此没有抵制 按照他所说 魔力几身 告诉你 你一旦从我这里出师 他日若不能同辈称尊 我会亲手去灭了你 祁道林说道 十号无言 究竟加入了一个什么样的邪教 我会给你安排一些对手 首先 第一场 在公平一战中 虚途掉先殿的传人 你可以吗 祁道林说道 没问题 十号很干脆地打倒 好 继续练 我的法注定要震惊上界三千周 天下无比 不朽 你来了吗 我等住 祁道林咪缝住眼睛 看住天空 第七百六十六章来历 不朽 十号也眯起眼睛 开合间神奇点点 他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两个字了 显然关乎甚大 他觉得 应该不是指一个人 也许是一群生灵 也许是一个特别的时代 亦或许为其他莫测的东西 果然 祁道林说完这个词 很沉默 久久未雨 始终望着苍穹 像是要透过宇宙星河 而望穿什么 恩 不许偷懒 该去修行了 祁道林回头 看了他一眼 这样说道 而后又专注地望向了深邃的星空 天都黑到后半夜了 还羞 该打坐物古文了 十号功能 快去 不想学八九天宫了吧 要不然我直接清理门户算了 祁道林面无表情地说道 显然心情很糟糕 天杀的 十号指得背起一座大山 狂奔而去 暗自赴匪 太他奶奶的倒霉了 绝对加入了一个邪教啊 有这样修行的吗 他自认为一直都很勤奋 除却是个吃货 还是修炼狂人 从未懈怠 可今日却被这样鞭策 进一步发愤 不然要被清理门户 轰隆隆 大地摇动 这片荒漠中 所有生灵都发呆 在夜色中 只见一座大山在狂奔 要多怪异 有多怪异 因为 十号的身高 相对于大山来说微不足道 故此背着山体而行 远远望去 根本就被忽略了 这一夜 荒漠中出现封山传说 数日后 十号的足迹 遍布很广了 终于在这一日 踏足草原 进入火州 天仙州交界地带 距离天仙书院 不是太远 我说 那是什么东西 一座山在移动 有人愕然 一脸活见鬼的样子 特别是天仙书院 外出的学生 在草原中寻找神况 见到这一幕 更是乏呆 一座大山在狂奔 速度好快 这是山神 不对 是山宝 大山育育先经而成宝 如今通灵了 赶紧追啊 结果 这个地方热闹了 很多人展开身法 或翱翔于空 或在地上挤持 一路追赶了下去 抓住 即便是山神 也一定育育出了 土形金河 西式神料 十号指的更加卖力 将肉身 骨纹 精神等合一 化成一道光 背负着大山 消失在地平线上 这一结果 唬得众人一愣一愣的 久久未雨 这也太邪门了 那山若是飞走 也就罢了 居然是一颠一颠的 上下轻颤 屁颠屁颠的跑没影了 还这么快 有没有天理 数日后 十号累得一屁股 坐在了地上 忧远无比 看住齐道林 这死老头子 居然让他在最近 狂奔了三天三夜 去 齐道林刚吐出 这个一个字 直接就被 十号的哀嚎声打断了 道 你杀了我吧 昔日 他被人诅咒 称人神共愤 可是今日 却被人压制得这么惨 颇有恶人 自有恶人魔的报应感 让他无语 十号实在受不了 这也太枯燥了 天天被山狂奔 累得半死 我是说 去 休息下吧 积攒力量 修行之道 当懂得放松 一张一尺 才是正理 祈祷林说道 我爱子 十号暗中诅咒 清风吹来 古树摇动 叶片刷刷响得不停 一些数千年古藤 流动霞光 这是通灵成精的征兆 山还是那座山 但荒凉了很多 十号放松之际 一个人重回至尊道场 按照记忆寻了过来 可是所见与第一次时 大不一样 大山雄魂 但是太冷清了 他一路跋涉 最后看到了古老的世界 可却都军裂 轻塌了 破败得不成样子 他末地抬头 表情僵了 石化在此地 那高耸入云的 宏伟山门呢 浩草丛生 太气凉了 足以将人淹没 而这个地方 断壁残垣 瓦丽四步 诉说萧瑟与衰败 还有某种悲凉 这是什么地方 石化确信自己没有走错路 可是与第一次相见时 完全不同了 那与山崎高 沃入云层中的门缺不见了 有的只是野草 还有裂开地基 烂钉 瓦丽 断掉的石柱等 他踏在断墙边 用手触摸 顿时腾起一片妖艳的光 依旧有强大的符文 不曾溃灭 说明此地的确曾经无比辉煌 有金氏法阵守护 不可能是倒在了岁月中 看这里的残忌 分明是因大战而毁掉的 原以为进入了一个辉煌大轿 没有想到 连山门 神庭都被人扫平了 被坑惨了 所有证据都表明 他是被人拐走的 跟天仙书院一点关系都没有 虽然他也早已知道 但一直觉得 至尊道场应该也不差 谁曾想到 这个不差的辉煌大轿 早被人灭了 十号巷里走去 登上其他高山 同样古树摇曳 薅草丛生 那巨大的天宫根本不在了 只有废墟 鬼火 阴冷而枯寂 他在这里转了一大圈 确信这里被遗弃了 这老头子 真可耻 十号一边走一边自语 被忽悠惨了 就这样的破落道徒 还要他将来称尊天下 不然的话 他还会被当成不合格的子弟 被清理门户 十号转了一大圈 坐在一块卧牛石上 停在此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竟听到了人声 这是一群年轻人 自山外走来 临近山门 看到了吧 就是这里 还有不少残疾 有人道 在前引路 进行介绍 十号愕然 听着他们的谈话 看他们指点 完全是平掉古迹的样子 将来荡成了 怀骨疏续的地方 看 这小破山门 当年也闹出天大的风云 但终究是被碾压 碎掉了 有人道 这里就是至尊道场啊 看起来也不错 昔日一定很恢弘 一名少女说道 错了 原本就是一个小破山门 而精彩是他本来的样子 一个青年 背负双手说道 不远处 十号不爽 再怎么说 他目前也是 至尊道场的唯一弟子 也就是大师兄 听着他们奚落此地 很不是滋味 我觉得 这至尊道场 昔日应该很气派啊 那名少女说道 小柔师妹 不能看表象 这个地方可没有什么辉煌 而是恶名远播 甚至可以说 这一小破教的人 臭名昭著那名青年孝道 他头上有一对鹿角 望向带路的人 道 我们才入门 还是请柳师兄 来为我们解说吧 鹿师弟太客气了 柳师兄孝道 虽然隔了很多周 但我以前也听说过 至尊道场 当年闹得沸沸扬扬 波及诸多大叫 但却是了解不多 还请柳师兄讲解 请小柔说道 十号通过他们的谈话 知道 这群人大多都是 新加入天仙书院不久的天才 有几名老生带着 再次看山川景物 说起来 至尊道场的道主 还真是一个 柳师兄说到了这里 顿了顿 向左又望了望 怎么了 是个天纵人物吗 有人问道 是个极品奇葩 柳师兄确信 这里没什么其他人 这才放心 他过去听说过 说那道主坏话的人 都被修理得很惨 这么漫长岁月过去了 应该早就没有那个人了吧 怎么奇葩了 当年 这位道主 天下共角 人人喊打 跟过街老鼠式的柳师兄道 这些话语自然引发了一群新生的惊讶 而十号听到 则一阵发呆 说的是祈祷林吗 你们能想象吗 这人被各教高手共同追杀 举世皆敌 这得坏到什么程度才能如此 当时有句话形容他 坏到头顶掌窗脚底流浓 太极品了 怎么个坏法 有人问道 你们看到这山门遗迹了 当年和气宏伟 壮阔无边 但你们知道怎么来的 柳师兄笑道 怎么来的 这是他从其他教偷来的 这本是造化书院的牌楼 结果被他一夜间猥琐地给扛走了 运到了这里柳师兄笑道 一群人张口结舌 这样也行 知道他怎么解释的吗 他说 怀念造化书院 故此将山门给偷来 只因他曾在那里修行过一段时间 柳师兄道 众人想笑 同时深感惊讶 道 这样的人还是造化书院的弟子 不仅如此 他还是我天仙书院的门徒呢 一位师姐说道 他在我们书院做过什么吗 当然 如果没做过什么 就不是臭名昭著的祈祷主了 他趁咱们寄邻大人熟睡时 用从老院长那里偷来的质宝 黄慧剪 将他的一身淋雨偷偷剪掉大半 去练一柄破扇子 你说可恨不可恨 众人哗然 这个道主太可耻了 他怎么能偷到老院长的质宝呢 有人不解 啊 那是因为 他差点将老院长的玄孙女也给偷走 这个 你们懂得 柳师兄咳嗽了一句 天啊 老院长的玄孙女 该不会是那位副院长前辈吧 景小柔惊呼 你们 明白就好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在书院不得乱语 有人小声提醒 远处 十号不是滋味 这老东西自己就是个花道 还好意思数落它 看到那座山上的巨公遗址了吗 巨传是从天人族偷来的 原本名为天雀 也是因为他思念曾经的尸门 故此搬来一座富有盛名的宫雀 用以怀念 有人继续介绍 杀 众人睁大眼睛 有些无语 他拜入过天人族 做过这种奇葩事 何止一个天人族 当年这位道主 先后共加入了十几个大教 结果每次成为叛徒 逃掉 偷试完毕就跑柳师兄道 而后又补充 道 这还是知道的 而有些大教不好意思说出 另一位师姐补充道 你们能想象吗 那十几个大教都是最顶级 难以比你的古老道统 君临一方 俯瞰上百周 众人发傻 觉得那人有点难以理解 怎么说呢 这人特猥琐 偷诗 敲诗掌闷棍 威胁勒索同门 恶名雷雷 庆竹南书 一位师姐说道 还有其他更多呢 他的来历等 咦 这里有个人 也是仿骨吗 有人惊讶 发现了十号 喂 兄弟 你也是来看这小破山门的吗 有人问他 十号抬头看了一眼 面无表情 道 这是我的师门什么 哈哈 还有人败入这个 声名狼藉的小破山门 傻了吧 一群人呼啦一声围了过来 指指点点 像看怪物般盯住十号 笑个不停 他别人败入这个 诶 但是